大家好,我是小爱 今天我们接着给大家带来 火影主线,灰烟复活 本期互动话题 测试你选中的人物能打发黑绝吗? 手机截图或按下暂停键选中图片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 上期我们讲到 班发动了无限预读 所有忍者都中了幻术 活着的人者只有第七班 在佐助须躲能呼的守护下逃过一劫 班看几人安然无恙 内心也是十分激动 再次激发了他的斗志 因为只要干掉几人 自己就是救世主了 班痛恨这个世界 痛恨这个藏经自己和柱坚 一起建立起来的人者界 现在他想亲手毁掉他 此时的班无比享受这个时刻 因为一切即将结束 就在班不可一世的时候 突然感觉胸口一堵 一只手插进了心脏的位置 原来是黑爵偷袭了他 此时班的身体也无法断他 黑爵一边嘲笑 班的狂妄自大 一边向班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班一直以为黑爵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是自己的意志 黑爵说道 我的意志是属于灰烈的 此时的班只感觉身体一阵痛苦 像要裂开了一样 神术吸收的大量查克拉 也都汇聚到了班的身上 班无法承受巨大的查克拉 身体开始激素膨胀 明人和左柱一看机会来了 两人想要攻击班 但班的身体已经膨胀成一个球 头发伸出十几米远 捆住了两人 这时的班也彻底猫了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家族 石碑上的文字来执行的 黑爵也把真相告诉了班 原来在班出生之前 黑爵早已存在 他找到了石碑加以修改 班完完全全被蒙在鼓里 就像他利用戴图一样 班被黑爵和灰烈利用了 黑爵刚说完这些 班的身体再次激素碰胀 班临死前说道 主杰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随后班的身体开始收缩 逐渐变成了一个女人 往一看还挺漂亮 虽然不是别人 正是溜到仙人的母亲 大头目灰烈 灰烈复活后 仍飞了名人和佐助 接着对两人发动猛烈攻击 瞬间将两人打倒在地 灰烈看了两人一眼 立刻认出两人就是 因托罗和阿修罗的转世之人 而佐助也立刻感觉到 灰烈的查克拉远高一般 此时灰烈说道 让我们结束战斗吧 只是一瞬间 灰烈召唤了一个地下世界 下面全是岩浆 几人来到这里急速坠落 佐助赶紧用通灵术召唤出一只鹰 然后救下了名人 而卡卡西利用苦无 绑住卷轴代替绳索 救下了小鹰 带兔也被卡卡西 钉在了墙上逃过一截 但下一秒 卷轴在高温下开始自然 卡卡西和小鹰掉落下去 名人赶紧救人 灰烈抓住机会发动了进攻 佐助虽然抵挡住攻击 鹰和自己的身体都被点穴了 就在大家都要掉下去时 名人用九尾之力抓住了大家 此时的名人已经获得了六道仙人之力 可以浮在空中 灰烈看到名人的力量 想到了六道仙人 他一怒之下冲向名人他们 名人也开始全力抵挡 名人的力量不足以抵抗灰烈被打飞 佐助趁机发动 续佐能呼从上方偷袭灰烈 但灰烈太过于强大 续佐能呼也被击碎 等名人和佐助刚稳定下来 灰烈竟然用时空忍术来到两人身后 名人和佐助一时间下的毫无反抗之力 灰烈用手捏住两人的脸 流下了眼泪 还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此时黑爵也趁虚而入 附在了两人身上 开始吸收查克拉 与此同时 黑爵也开始向他们讲述 灰烈过去的故事 是 如果十分好